上一集我们说到 我和大考者发现了一个山洞 而这个山洞十分隐蔽 是在这个山崖峭壁的甲缝当中 前面还有些惊激的丛林和矮木遮挡住 如果不是仔细地寻找 其实都很难发现 不过说出来也奇怪 我旁边路过几次 突然之间闻到一阵很淡的香味 似乎是一些很细滑的脂粉 我闭一闭嘴 感觉到还有一些甜的味道 于是我就拨开草丛 一个人就进去 这样才发现了有这样的山洞 井形的入口只能用一个人出入 进去的时候 里面竟然有一丝丝清幽的风吹了出来 令人感觉到全身都打个冷震 所谓的山洞 这个对我并不陌生 一般来说山洞大概分为干燥的岩石洞 和湿润的丛林洞 而山岩洞就比较宽敞 可以住到人 比如我在五姑娘山顶的时候 那个神仙虎 以及神龙架的观音洞 而丛林洞就比较湿润 里面生满着一些青苔和野草 有时还有蝶子、蝴躬、毒蛇等等 根本上没办法住人 另外还有一种就是山林里面的野兽居所 比如狼、狐狸、炮、甚至乎黑熊 当然炮和黑熊在金陵这个地方应该没有 但是狼和狐狸 或者野猫之类的东西 出现在金陵也算正常 如果没什么意外的话 里面应该住的就是独猫挖心的那个兇手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很危险 于是 我下意识地把小宝剑拔出手 我走在前面 大考者跟在后面 两人慢慢移到洞里面 里面一股潮湿湿起 黑咪拔 我停在洞口 而大考者就打着电筒 帮我照着前面的路 继续走下去 经过一条将近十多米长的通道 我们竟然来到了一个很宽敞的石头大厅 这个空间深入山腹之中 进去之后 我发现里面还有些鸡骨 以及熄灭了的烟灰 在左边的角落那里 还有一堆很平坦的石头 上面就比较光滑 感觉应该是一堆石床 我再四周围地打量一下 发现了很多有人生活过的痕迹 而且这个时间应该不会很久 大约是一个星期前左右 大考者蹲在身上 在石床上闻了一下 担高头看着我说 你能闻到什么? 你看看 这里整股好龙的酥味 所谓的酥味通俗些说 是不是就是说 男女之间发情之后发出来的气息呢? 或者可能是汉液带着一些 这样的体液残留在里面混合的味道 这样都被他闷得出来 我不由得有些好奇了 于是问他 那你说一下 这个地方最近什么时候有人住过? 好了 大考者沉思了一会儿 小心说 多久? 那就真的不知道了 这件事哪有这么好判断的? 不过我可以说明一点 在这里住的这个人 一定是修行了邪功 我看到他说得这么确盛 不由得觉得好笑 问他为什么呢? 大考者伸出着右手 食指在他顺边舔一舔 然后结了个好像莲花的手印 食指高高的撬起 在空中不停缝了两下 然后回答我 这里有很重的阴煞之气 这种气息已经浓厚到足以令周围的环境改变的程度 说明了那个人要修行的就是邪恶之法 日系就根本不是我们这个族类 就算是这样 我们来到这个山洞 毕竟是一个人都没有 于是我们出到洞口 告诉老孔 叫老孔带着个罗盘过来 来到之后 罗盘一度 那个指针竟然停止 不懂得动 根本上没有大口者所说的阴灵之气 反而老孔说 这里有些女人的香味 我们在这里查探了一番之后 这个时候 新众也过来 告诉我们 他和长淳在那边发现一个火堆 而且从残渣的余温来判断 很可能是昨晚晚上点像 叫我们过那边查探一下 这个发现令到我们所有人都兴奋了 于是 接着匆匆赶到现场 发现这堆火的附近 有一个地方明显被人压过的草地 看得出来是因为滚来滚去而留下 我不由得想起 那个死了的单身寡佬 在昨晚晚刻最后的光景的时候 是否应该在和人搞事呢? 果然 在经过一些细致入眉的考察之后 新众竟然在草地上发现了几条乱乱公公的毛发 好了 原来在这里打野战 至于这里的那个是不是死者 那就需要一些具体的技术手段才行 一番考察之后 我们再没有得出其他结果 于是我们众人就准备下山 返回盲家村 但就是这个时候 掌淳提出了一件事 就是那个地方 搞不定就是第一案发现场 是不是需要派人留守呢? 如果万一有什么情况 也很有人照应一下 新众同意了这个说法 在问到哪个人愿意留下的时候 我因为刚刚感觉到石洞里有些诡异 所以我就坚持留下 最后经过商量 我和掌淳两个人留在山上 其余的人都落山去交接 交接完之后再回来 随着众人离开之后 我和掌淳协商 他就留在监视 而我就去刚刚发现的那个山洞附近 再查找一下 两个人就以一长两短的鸟叫声为信号 一旦有什么情况 立刻就要通知对方 掌淳将自己的偽装好 躲在草丛里面 静静地观察住 而我就回回来到附近不远的那片林阴之前 拨开草丛 慢慢地回到洞的前面 然后重新回到洞里查查 这一次重新回到石洞的时候 我再一次进行了地毯式搜索 终于被我发现了一个很离奇的地方 在西北角有一块突出的石签上面 我发现了好几道很深的边痕 这个边痕的粗势我十分熟悉 难道真是她? 我脑海里面出现的这个人 原来就是一个未发现完全的少女 但现在已经变成一个风骚苦眉的女人 不管怎样也好 那条由人皮混合着色役皮、瘦根整成的皮边 就无可能改变 想到这里 我心里大概的疑惑越来越具体 也感觉到石洞之中突然变得比以前更陰森和恐怖 于是我下意识地向外走 但当我刚刚走洞口的时候 我突然听到有人的脚步声柔软及近地走过来 你的是谁呢? 难道是掌讯? 我心里面一阵疑惑 正要上前打招呼 突然再听真些 这个脚步声并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前一后两个人 我立刻脚硬在这里 我准备回回头 但又想起石洞里面 虽然地方不算小 但没有地方可以捕捉我一个人 于是我左右再打量一下 发现入洞的时候 有一个很长的通道旁边 有一个突出的L形的凹口 刚好可以躲起一个人 真是天助我也 我一阵狂起 立刻去到那里闪身 立刻去到那里闪身病在里面 而我刚刚躲好的瞬间 那两个人就出现在洞口 凭着大陆感 我已经察觉到 来的人是一男一女 或者要认证我猜测 这两个人竟然没有立刻入洞 而是在洞口停顿一下 紧接着那个男人开始说话 小雅 你放手吧 最近你搞到这么大的事 连我在雨花台 都听到很多相关的讯息 省局派了人来 还要是精干部队过来查 假如真的把你捉住在那里 一番前逗 到时不单止你 连肚里面的小孩也会有很大麻烦 这个人一出声 我立刻傻了 不是因为他说的有多离奇恐怖 而是这个人的声音我懂的 他竟然就是我以前 在江陵分局二科的时候 还是对我指手画脚的那个黄奇 这个人跟我相处的时间不短 所以他的声音我一听就听得出来 没想到竟然是他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我脑海里面一片混乱 而就在这个时候 我又听到另一个女人的声音了 唉 你就得个说 如果不是为了兔里面这个死人头 我用不用这么拼命 他天天都在拼命中吸着老娘的生命力 如果不是因为他 我只要这么奔波吗 这件事你搞出来的 你和我分担我半点了吗 我如果自己不出来做些事 遲早我就被这个死鬼吸干我了 我还哪有闲情日子 要听你说废话 这个女人一阵埋怨 而我听完之后更加引证了我求星的猜测 这个人正是杨小懒 我曾经的师姐 这两个人怎么会搞在一起 而且听他里面的谈话内容 我几乎可以肯定 这个划心的人就是杨小懒 他是拿来吃了喂他自己肚里面的弟弟 正当我在疑惑的时候 两个人一边聊天一边进了石栋 那里面我刚进过去几次 但凡是警戒心的人 一看就知道有些QK 我不知道杨小懒到底有多厉害 但就算是王岐这个混蛋 如果我没猜错 他肯定是带着枪 所以我现在根本不是他两个人的对手 我想了一下 他们一旦进去的话 我就立刻闪身跑到洞口 而就当我要出洞口的时候 一旦一旦动 一旦突然有个风声响起 我下意识地向地一跌 紧接着就听到一声很清脆的声音 砰 好了 那到底我又能不能逃脱呢? 我们下集再说 我们下集完 我们下集完